不要在这个关税也输人家 在汇率可以自己控制的部分也输人家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15号正式签署 成员国包含大陆 日韩 纽澳 以及东协十国等15个成员国 外界忧心恐怕会让台湾经贸被边缘化 不过机械工会理事长克巴西无奈的说 台湾产业在关税上长期处于逆势 多了RCEP对产业的影响有限 RCEP对机械业来讲 事实上的影响目前看起来不是那么大 台湾的制造业跟全世界都没有洽签FTA 我们的FTA洽签率只有9% 像我们竞争对手国家都已经达到70% 那对于台湾来讲我们本来就没有 经济部长王敏华则说明 原先担心钢铁 石化 纺织及机械产业会受影响 但目前并未出现在大陆的降税清单中 所以目前看起来影响并不大 RCEP跟既有的比起来 在东协的国家短期之内 其实影响是很有限的 是不是会造成我们的差距更大 原来的这个降税大概90的产品是零关税在制造业 但是因为RCEP大概是91点多到92 所以其实这个只是增加的部分呢 就东协国家其实是增加没有很多 克巴西则认为民间制造政府面临外交困境 所以可以谅解没办法加入区域经贸组织 但近期新台币大幅升值 让产业背负受敌 近期新台币对美元不断挑战28.5元的蓬淮南防线 让机械业非常头痛 最少在汇率上面政府可以有所作为 2017年到最近台币升值了11.2% 我们的晋升对手国家韩国升值了将近6% 大陆升值了4% 日本升值了9%多 事实上台币竟然是所有这些临近国家里面 我们是最强的这个货币 我想我们再关税再加上汇率 我想谁也受不了 克巴西呼吁产业界已经非常努力的升级转型 希望政府继续尝试与他国洽签FTA BTA 并加入CPTPP等区域经贸协议 同时也得让新台币的汇率升幅 和贸易对手国齐平 继续把航圈杨超成特的报道